这学期的基本纲要有哪一些 然后我待会会分成四个部分跟各位做介绍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是谁 OK 好好讲这么多 那我的名字嘛吴清辉 然后 再来的话就参考书目啦 我是建议这门课 主要是 两个重点 一个是Excel 一个是VBA 那我是建议啦 坊间的书籍还蛮多的 光Excel就一大堆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Excel这个软体 比较没有概念的同学 可能下课之后到图书馆找一找相关 或者是到书店找一找 相关的书籍稍微阅读看一下 知道一下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然后呢我们会 做一些课程的简介 然后呢再跟各位讲课程大概 我会把这个Excel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主轴 最重要的就是函数 函数 函数的话我把它概括成 五大类函数 那这五大类函数 有些对刀娜同学来说应该是陌生的 所以如果假设有些东西你不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一个 现在最新的AI 聊天机器人吧 ChartGVT 应该有听过这东西吧 这个ChartGVT的话呢 其实他还蛮厉害的 你不会喔你可以问他 他真的会回答你是正确的 而且 有些 函数 要把它写成公式 假如你不会的话 其实你问他 我试过 他真的会回答正确 所以以后有些不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了解一下这个AI聊天机器人 OK 那这个AI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 即将改变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名词 叫AI AI基本上慢慢慢慢 当然你想说AI好像现在没什么 可是呢你 再往 10年20年之后看 哇那AI不得了了 你到处都AI了 OK 其实这个我 我想过啦 就好像说 大概 20 不 30年前 网络刚新起的时候 网络 刚新起的时候是大概30年前 那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 学生会问我说 老师那到底我们需不需要 学习网络这个东西呢 OK 那个时候年代 学生会一直问这个问题 就跟你现在问说 到底老师要不要学AI一样的道理 可是你说 假如 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 把网络断掉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手机 没有网络 你的宿舍 没有网络 OK 如果 到处都没有网络 而且没有网站 你也不能网购 什么东西都不行 没有办法聊天 什么都不行的话 这个世界会是感觉很末日的感觉 所以哪一天突然把你的网络断掉 恐怕你的理智线会崩溃 对啊 所以 就像 我家小朋友也是一样 我说 因为我要控管他不能使用手机 的时间嘛 所以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我只是限制他使用 网络的 这个 时间 就把他 就是时间到了 我把他 网络断掉 因为我有用WiFi 然后把他断掉 结果他就很生气 OK 他就不能接受 同样的道理啦 你会发现 30年前的网络当星期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要干嘛 这个有什么用 这能够 做什么 可是30年之后 你会发现 他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甚至 你们这个世代 不要说你们这个世代 现在人好了 没有 网络其实真的活不下去 那一样的道理 AI的发展 其实也有类似的轨迹 所以 将来呢 如果 我觉得啦 你将来希望在这个 社会上 你们 毕业的时候 能够存活得很好 请你还是 关注一下AI这个关键字 如果你把AI学好了 我觉得你将来发展应该会非常的好 OK 那剩下就是你挑工作啦 还有挑薪水 挑老板 老板不好把他 File掉 OK 这样的话 感觉蛮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又不缺工作嘛 对 未来AI会有很多AI相关工作 AI分析师 AI管理师 AI什么什么 反正一堆这相关工作 但是目前是不存在啦 因为目前还正在 这个什么呢 发展当中 所以呢 只要AI慢慢发展起来的话 那慢慢就会有很多工作方面的需求 OK 包括是什么 有硬体的啦 硬体像台积电就是AI生产晶片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相关的像广达的生产AI的制服器的 等等相关的产业 硬体先做好之后 再来就软体 再来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 然后一些的应用 慢慢慢慢上去 那整个所有身边的一切 你会发现都跟AI有关系了 OK 当然你也可以回过头啦 因为我们毕竟 我们科系是文学院嘛 我们是 这个中语系嘛 所以呢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AI对于 这个 人文方面 有没有什么相关可以 这个 衔接的地方 AI不是只能够 就是用在 商业用途嘛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AI有 当然其实 文学像 其实影响蛮大 像现在AI CHPT 已经可以帮你写小说了 OK 也就是你跟他讲说 我希望有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们大概的剧情是怎么样 请你帮我写一篇 几千个字的 短篇小说 你会发现他真的帮你开着写了 你会 而且写出来当然啦 目前没有很厉害啦 可是我可以期待他以后应该会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本来不行的喔 他写剧本也是一样嘛 常常有人写剧本写一写不知道要写什么 想不出来了 很崩 很不知道怎么办喔 没关系有CHPT就好了 那问题CHPT现在 还在刚萌芽阶段喔 他的产生到目前为止 只有第四年 也就是他现在只有四岁 四岁喔 四岁等于是幼稚园阶段 居然有这样的本领 你就可想而知 如果等他到 成年的话 再过十年 十年还没有成年 那已经不得了了 对不对喔 那你给他再多时间喔 他会越来越厉害 等于是说很多事情喔 可能真的有很多人的工作 会渐渐地被取代掉 而且 他也不见得说不需要人 但人的角色变成说 我只要想个大概 其他的就交给AI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个创意嘛 我想说 我希望 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里面大概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甚至你要给他个题目啦 写个报告也可以啦 所以现在教育部也很担心说 以后的 学生 交报告都用CHARGBT的话 那会是大问题 所以记得我先讲一下 你们那个 交的报告不要用CHARGBT产生 我会验证喔 我会去检查一下 到底你是CHARGBT写出来的 OK 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我会给你算很 你不会 给你算不及格分数 请你特别注意一下 目前是 但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用它来辅助可以 但是你不要全部照抄 什么辅助呢 就是你可以产生部分 然后你放进来 你不要Ctrl C Ctrl V就算了 这样我当然不能 你至少要改一下吧 改一下那个 那个条理啊 改一下用词啊 甚至有些东西贴上 明明就 大物用语 没有 就是对岸的那个 习惯用语啊 比如说那个 我们叫软体 它叫软件 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 有一些什么像 甚至内存喔 内存它叫 我们叫记忆体 它内存 对 那结果你都没改 一看就知道 是 Ctrl GPT或网络贴过来的 那当然一定是不很OK的 所以记得可以辅助 关键字 辅助 但是不能照抄 这个恐怕要拿捏得好 OK 好那其他的话呢 那就是 乙斯友里面有这些主要的函数 他可以做什么 帮你解决文字跟资料的问题 然后逻辑问题 日期 跟那个时间 还有就是数学相关的 所以以前要算数学 其实我觉得不用 上面都有公式 你直接带进去就OK了 但前提你要 知道该如何带 那另外还有查资料的话 可以用这些 这个后面我会再跟各位说明 那首先的话呢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大家对我也蛮陌生的 所以呢 我先 自我简介一下 自我简介在后面 等一下 然后呢 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希望 当然如果未来你在职场 如果效率提高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你工作 更加的 快速 这样的话呢 你工作就会非常的惬意 因为你 等于有些人每天一直忙忙忙忙 还是做不完 可是你两三下就做完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时间会变非常的多 你会越来 越惬意 这个惬意可能你现在感受不到 但是如果你会用对的方法 真的蛮快的 甚至如果你会结合AI 那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了 不过前提就是 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OK 那其他当然你未来是希望在职场能够 有更多的机会的话 当然你还是需要 相关的技能 这个大概知道一下 目标 至少啦 我们上学期至少要把那个 Excel里面内建的 这个250几个函数 至少要把它 学会 OK 这个有个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有 有点远大 但是 至少设定一个目标 把这些学好 那底下的话 更进阶 这个后续 我们再来谈 那什么叫AI 其实现在很 很夯的一个名字 那现在叫深层式AI 那也就是他主要能够做什么 可以帮你写文章 可以帮你 产生图 可以帮你做音乐 OK 做曲 OK 那运作原理其实就是 学习大数据 所以 内容的话 实际上 还是根源于 所谓的big data 大数据分析 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 技术的话 主要仰赖于 叫做深度学习 所以你们可能要记得 几个关键字 大量数据 或者叫big data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叫深度学习 那学习的方式 AI其实 为什么他可以变聪明 也就是说 他可以像人一样 他有错误会学习 会模仿 会改进 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这件事情的话 那其实就让人家可以值得起 你说以前的程式 他没有 学习功能 所以如果那个程式错 下一次还错 每次都错 除非工程师去修正他 不然的话一直错下去 所以未来能做什么呢 比如说 帮你 做音乐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像周杰伦 一样厉害的话 恐怕你可以去了解 AI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做音乐的 其中有这个东西是Google研发的 真的可以做 各种风格的音乐 所以你可以Google一下 比如说 去查一下 有哪一些音乐生 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的话 另外的话 你可以甚至产生图 你图的话可以跟他讲说 如果要产生什么样的图 他会自己帮你 变出那个图 OK这个应该在新闻上 应该蛮常见的 其他甚至设计 比如说你要画一个工程图 机械 桥梁 桥梁机械 这些也可以 甚至文本深层 就我刚提了 就是你可以 怎么样 产生各类的文章 也就是 你跟他讲说 我今天要写一篇 什么什么题目的文章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限制 字数 500字字数 他马上真的把你写出来 而且写的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 哇真的 感觉就是 太厉害了 所以 另外还可以写新闻 现在记者都用AI AI记者 以后的话就可以产生新闻 没有新闻也可以 创造新闻 然后 诗歌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他做诗 甚至未来是不是说 如果假设我们需要写一个 类似唐诗 有押韵的 还要符合那个什么呢 好 其实不是不行 是要你要必须要给他大量的数据 正确的大量数据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你恐怕要先把运输 先输入到那个AI里面 让他学习 第二个的话你要知道哪些是押韵 等等的规则 反正就建进去 应该我的理解 应该是没有 只是说 有没有人愿意去做 目前的现状是 因为 如果你做这个东西 没有商业模式 就是 没办法赚钱 所以理论上 除非说有 政府的资助 或者是说 有那个有新人的事 不然的话说真的要做出来还蛮困难的 这些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自己本身 那因为 我的 这个经历比较特殊 最早的话呢 其实我还 常常在网路上写一些部落格文章 因为我蛮喜欢写文章的 然后YouTube上面的话呢 我常常拍影片 把我上课的内容 一般人家叫Vlog 我这个叫什么 我叫Tlog 因为我教学 Teach的一个log 把它放在 网路上 那大家目前订阅人数的话 大概就 三 快接近四万了 另外有一个频道 大概就有两个频道吧 那个内容 它会分流一下 那我之前有 这个创业的经验 曾经担任过 这个资讯公司的那个 这个执行长五年 然后也拿过那个 经济部的那个 金峰奖的那个 叫杰出创业楷模奖项 OK 所以 其实 我不是用嘴巴说说的 我有蛮多的创业 还有 一些实作经验 那其他的话 还有我目前担任一些 顾问性质的工作 反正就 给一些意见 然后另外的话 也担任一些 省提跟命提委员的工作 所以我还蛮了解 现在 很多企业要用人之前 先来个考试吧 不要用嘴巴讲 面试的时候 问你说 以色列人会不会 都说会 结果给他东西 完全做不出来 这样就很浪费时间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 考个试 过了 下一关 再面试 不然的话你说再多 我根本不信 要不然的话 你就拿个相关证照 给我看看 OK 你都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你会 那 很多工作是需要技能的 不是说你进来什么都不会 我把他教你 我把你教会了 你又走了 那我又不是 职业训练所 不可能 所以现在的话 很多时候 是需要 你要自己先学会 而且 你最好是有经验的人 直接来马上上 OK 最好 那问题是 你们这阶段好像 不要困难 所以我建议 如果真的你未来 是希望 能够跟职场 衔接的好 最好是 暑假或寒假 有机会的话 可不可以到业界去 实习一下 好像很多工作都有 实习机会 我建议你可以去实习 看看 顺便去外面见识见识 真的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啦 心态是学习的话 你会觉得 哇处处都是 感觉很新鲜 而且里面的人 应该都对你蛮好的 因为 你对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 的威胁性 所以呢 要我看到年轻人 我都会 非常开心 我都会很努力教他们 OK 因为我觉得 你是需要学习 然后你也没有威胁性 所以 我就尽量教会你 也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 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回想我以前 当学生的时候 我大学我也去工作 我也去打工啊 我发现那时候的人都对我超好的 每个都是 大哥大姐 甚至是 阿姨 叔叔那些 每个 看到我都很开心 然后尽量会想帮我就帮我 然后每次都会 跟我讲很多 他的人生历练之类的 所以 那时候我工作 之后我才发现 对 真的 以后我千万不要像 有些人 就是什么 当然不能说薪水高低 他薪水利很少 工作又很辛苦 我当然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我希望成为 最好是 工作又有尊严 然后薪水又领的高 等等的 OK就很多想法 于是乎 我得到一个 结论 就是 我需要 更努力 所以后来我大学 马上就想说我要考研究所 考硕士班 硕士班毕业之后呢 又想要考博士班 OK 然后呢 到业界 还不断努力 所以现在其实有些 轻松人家说 工作怎么会轻松 真的是 不公平 我说 你有看到我努力的时候吗 对不对 你看到说我现在轻松 背后我是多么努力 我才有办法现在的轻松 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因为你之前 很轻松 小时候你很轻松嘛 你不好好努力 当然你现在就 过得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是相对的